我们每天上班看不到外面的天是什么样的 每天24小时亮着灯的 但是病人自主心跳及呼吸恢复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很值得 我叫刘志成 我今年21岁了 来自河北省定州市 来北京工作已经6个月了 是一名急诊科的护士 来北京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提升自己 因为北京这边毕竟见识的病情会更多一些 然后学习的专业知识 以及其他的机器什么的都是最先进的 可能是在老家那边接触不到的都 拿到衣服以后 然后我就穿上了 去照着照镜子整了一下自己的一种仪表 然后拍照片发了个朋友圈 还配了急诊很好 再选一次的话还是会选急诊 从入职到现在一共待过两个地方 分别是急诊三层抢救室和重症监护室 在重症监护室的话没有家属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护士来完成 为病人翻身以及擦洗大便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怎么样了奶奶 挺好的呀 现在同学家来的要好多了 行咱们好好养养咱们早上出院回家去吧 其实ESU也是个压力比较大的地方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看不到外面的天现在是什么样的 每天四小时亮着灯 但是在获得了病人家属的支持 包括抢救病人时 病人自主心跳以及呼吸恢复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的这一项工作很值得 我爷子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还是后女的状态 然后现在生命体征都比较稳定 可能过一两天就转回病房了 人家可以陪着他了 辛苦啊 没事在这我们会照顾的爷子 你放心就行了 第一次抢救是我入肢以后的二十天 当时我就有一点慌张 就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做着什么 观察到病人的心内健库一上 心跳和呼吸都已经是直线了 然后就喊着医生过来抢救 这半年中觉得自己成长了很多 到现在的稳住 就是能够有条不紊的参与抢救 您好我是七点四层 也行好了老师我马上下去 一楼和三楼就是平常比较忙的话 我们也会下来帮个忙 就是这样整个一下 好 我还要来帮我吃了 我还要来帮我吃了 我吃了个忙 我吃了个忙 没有打死的人 零中护理的时候 我摸着病人身体还有温度 然后就是它前一秒的时候还好好的 看着机器上的数值都还没有问题 然后就突然都恶化了 我一件一件撤走机器的时候 觉得挺难过的 会有一些人不理解 觉得我们可能在看到病人死亡的那一刹那 就觉得很平淡 但其实我们心里边也会挺难过的 但是我们需要更冷静 更稳定的来完成这次抢救工作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 对这份工作还不是特别适应 就觉得非常累 我去年刚入职那会儿 下班上了地铁以后 刚好有个座位我就坐下了 当时就睡到重点站了 然后工作人员给我叫起来了 我一看身边没有人了 我就赶紧下车了 喜欢精神的工作 在精神科工作的话 就是快与慢 慢就是我们要更加的细心 然后对病人照顾的更加细致一些 然后快就是 当病人遇到头发情况的时候 我们能第一时间冲上去 让病人得到最快的救治 在我休息的时候呢 我喜欢看看书 想自己能够尽快的成长起来 争取早一点把虎诗给考下来 我们急诊人呢 休息的时候也是备班的状态 今年大年三十要值班 这是我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年 想跟科里的老师一起过了 身边的老师和朋友经常会问我 为什么要学男护士呢 因为我觉得 这份工作能够让病人得到更好的照顾